我認為以色列就是要數戰數決 所以讓他撞牆的只有 讓他撞牆的只有兩種因素 我講白了 國際政治當用軍事力量處理的時候 就只能夠用軍事力量來對抗 第一個就是哈馬斯非常刁鑽 他始終沒辦法消滅 那就是說他們的地道戰 比以色列所設想的還要複雜 那他就不斷的鑽進鑽出 就像越戰一樣 謝謝 因為在美國 因為我去過古之地道 真的是讓我嘆為觀止 越南人的堅毅程度我實在是佩服 古之地道串在整個越南內部的 地道總長是2000公里 那加薩走廊是 人家說是500公里 那越南 後來人家都寫了這段歷史 越南在下面串的 各式各樣的支持越共的 大概有8萬人在地道生活 那他們繼續往下挖 有醫療室啊 也可以補衣服啊 一大堆人在裡面養小孩啊等等 那總共死了4萬人 美國各種武器都用過 那個時候就只差了沒有那個 強暴力的鑽地彈 那可是它燃燒彈 我們講自襲彈 都用過了 那死了4萬人啊 你看越戰打多久 我們現在就假設 以色列用的 對付加薩的地道500公里 那當然它現在只處理一半 因為以色列這一招我就看不懂 因為理論上哈馬斯可以通過地道 跑到南部啊 那不是還是一樣 你不是要趕到南部去 還不是一樣存在 對不對 所以 你說你要消滅哈馬斯 所以我必須這樣做 南北切斷 問題是人家就從地道跑過去了 對啊是啊 因為對地道最熟的就是哈馬斯嘛 不是巴勒斯坦老百姓 不是不是 巴勒斯坦老百姓 就直接死在他的房子裡嘛 對 所以你這個戰術事實上 純就軍事將 是一點正當性都沒有啊 因為哈馬斯可以順利的逃掉啊 不是嗎 但老百姓不是 老百姓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他吃盡苦頭了 然後不斷的有人傷亡了 比如說被丟手榴彈啊怎麼樣 就不斷有人傷亡 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種狀況 就是國際上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那結果 終於有力量從以色列的東邊打進來了 那以色列就必須要掉撥軍力 回去打他自己內部的戰爭 那這個主要的力量一定是伊朗 說實在話 就是伊朗 還有他在阿拉伯半島的民兵組織 一定是這一些嘛 可是他們能夠撐多久 或者會打成怎樣 我覺得一旦有這種事情出現 就是說那個實業派的民兵啊 開始對以色列開始進行一些戰鬥的行為啊 那我認為就會連動到整個國際社會 那個穆斯林在各地開始會有一些行動啊 那坦白講就是天下大亂 那真的會天下大亂 真的是天下大亂 因為現在他們很齊啊 因為穆斯林國家有47個 對啊 光是法國的穆斯林就有840萬 嗯 整個歐洲地區的穆斯林 集中最多的啦 比如說法國啦 荷蘭啦 比利時啊 這些地方啊一定會有事情的啦 那還有北歐地區 英國一大堆地方啦 那他們基本上一定會跟整個阿拉伯半島都串在一起啦 那搞不好還有印尼啊 巴基斯坦啊 是啊 那阿富汗塔利班 搞不好還過來咧 那也門的胡賽武裝也是聽伊朗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所以前提就是以色列一定要速戰速決 這個地方立即結束 他一定要宣布說我的軍事任務結束 那大家才能再下台階這樣 不然接下來要醞釀的就是 你軍事看起來還沒發動啊 可是看起來會打很久啊 比如說倩姐就認為可能會持續一陣子 那我跟你講各地會冒出來的熱泡泡 因為我覺得不會像他想像的那麼容易 對 我也認為不會那麼順利 我不認為哈瑪斯準備那麼久 發動這個行動 兩年耶 那對於地道他經營多久啦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有那種各種鐵閘門可以隔開啦 我知道地道戰有一些 有一些巧門啊 所以我如果是這樣 那就不斷地就又冒出來 再暴打裡一頓 那這個 你也沒有辦法真正佔領 因為以色列就是想說 我消滅地道之後 我就迅速成立一個臨時的軍事政權 那等到國際斡旋嘛 那我就交給這個國際單位 他在想法是這樣啊 然後實質的力量就進來了 然後讓你哈瑪斯 至少有十年在這個地方不會再出現 大概是這樣 幾個關鍵的國家啊 基本上他還是希望核危貴啦 不要真正開打 可是看這個形勢是沒辦法控制的 那最主要現在的這個石油價格 事實上沙特還是有非常大的決定權 那還有就是海灣國家 那這個時候你要再跟俄羅斯要配合的話 那非常容易啊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 當然我也不能說歐盟是現實主義啦 不過歐盟在過去有關這個 以巴的問題的時候就是主張兩國論 而且他們對於這個 當時以色列不斷在西部藤肯期 去侵蝕這個83人土地的時候 也都是站在反對的立場 他是一貫的立場 所以這一次 歐盟還是比較怎麼講 還是比較出來 發表比較強硬 除了一個人 除了一個 范德雷恩 一開始就強烈譴責 這個哈瑪斯 他跟著美國的 對 他跟著美國走 很奇怪 那後來當然啦 這個歐盟這個有關的外交事務 不是范德雷恩 歐盟外... 北約的Stolenberg 對 都跟美國的 這兩位 他都是美國的 你知道歐盟的共同外交政策 防衛政策 這個是由他這個 最高高級代表 說high representative 他是負責的 所以他出來講 基本上特別提供 要以色列遵守國際法 跟國際人道法 所以現在的發言更強烈 不過這場戰爭要打起來的話 事實上的話 美國受到損傷還是比較少 歐盟是首當其衝 歷次發生在中東的戰爭 最後都是誰在收拾這些 大量的難民 都是歐洲 你說敘利亞打掉一千多萬難民出來 對不對 阿富汗打出一千多萬難民出來 請問美國收了幾個 我看十萬都沒有吧 可是你記不記得敘利亞在三年前 他那時候打了一塌糊塑的時候 當時 Murker他說他要收多少 他要收一百萬 光敘利亞一場內戰 他就要收一百萬難民 那你現在巴勒斯坦 現在在以色列今年 光你今天 GASA要清空的話 兩百三十萬 往哪裡跑 現在埃及就不敢收啊 對不對 然後誰收呢 當然是以色列 當然就是歐洲將來收了 所以美國的基本上是他始終在這個 好 以巴戰爭裡面 他通促的代價一向是比較少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就是說 經濟上面的問題 將來是立刻會顯現 現在還沒有立刻動 因為就變成這個還沒有真正的 地面部隊還沒有進去大開殺戒 可是不要忘記啊 現在這個空軍的轟炸 這個無差別的轟炸 已經把這個加薩變成人間煉獄了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已經很難善聊了 更不要說軍隊進去 不過我倒是隱隱約覺得 很多國家在進一步 等待一個機會出手而已 就跟現在的 這個伊朗的說詞越來越清楚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翟駿 中國大陸的中東事務特使 事實上他前兩天 在中國大陸 有大概這個阿拉伯國家駐中國大陸的代表 這個大使節 還有這個阿蒙使節集體跟他見面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已經在開始什麼 外交部署了 希望外交上面 將來這件事情擴大上 起碼這個阿拉伯國家 他們在聯合起來動手的時候 基本上有更多的外交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軍事上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將來 如果說阿拉伯國家會動手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 也不會地面部隊進去 我覺得還是不對稱戰爭 現在你這種說實話 不對稱戰爭的話 經濟戰本來就是一個 所以你會你認為阿拉伯國家 不會運用石油 不會用天然氣做武器嗎 那是不可能的嘛 那還有呢 不對稱戰爭很多會恢復什麼 恢復過去的這種什麼 恐怖攻擊啊 我認為這種恐怖攻擊真的才是 應該是歐洲人現在最怕的 因為歐洲現在 你像法國來講 境內的圍繞圖幾乎是十分之一啊 那你更不要講英國 你更不要講還有今天的德國 所以他們是考量到自己 國內的安全因素 所以這個事情 牽動的各國的安全跟防衛的問題 內部的衝突問題 那是非常嚴重的 超出我們想像的 那這件事情 現在大家都看以色列 就看內塔亞胡一個人要怎麼做 可是他所有的作為 基本上都在做地面進軍 然後進一步掃平 這個巴勒斯坦人 在他認為的以色列國土裡面 這一個作為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很難散了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 事實上阿拉伯國家已經找上門了 希望中國大陸來做 其實也不會 中國大陸也不會出兵 可是呢問題就變成 我認為這是一種外交上的布局 那這個外交就會為了 未來的軍事上面的衝突 做一個準備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進步 進步 Ándra的 提強 畫面 由於 den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